日本引舱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为何说这三个方面中国不得不防 提起日本的军力 首先不得不说的便是70多年前的那场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不自量力的去找地球扛把子美国单挑 结果自然是被打得满地找牙 而战败之后日本被彻底废除武功 这些被敞开胸怀的安倍同学 生前心心念念想要修改的日本和平宪法便是在此时诞生 按该宪法规定 日本不得拥有常规军队 战后的日本也确实在美国的要求下解散了所有的武装力量 而随着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 日本再次以自卫队的名义拥有了实际上的国家军队 当前日本自卫队总共有25.5万人 分为陆上海上航空三支自卫队兵种 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15万人 共有13个师团和一个旅团 主要作战武器有74式主战坦克和90式作战坦克 另外由于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 日本陆上自卫队被禁止使用弹道导弹 战略轰炸机等进攻性武器 而且自卫队不允许征兵制 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是日本自卫队的海上力量 共有4.3万人 作为一个岛国 日本海上自卫队无疑是其最精良的一支武装力量 其拥有一艘违装成驱逐舰的26000吨触云级轻型航母 一艘17000吨的日向级轻型航母 除此之外还有五艘准直升机航母 可以说是整个亚洲地区仅自于我国强大军事的存在了 最后便是日本的空军力量 日本因为其美国干爹的存在 他们的航空自卫队装备了大量的美式战斗机 像大名鼎鼎的F15战机便是日本目前最主要的主力战机 另外就在2020年 美国还同应了向日本出口105架更先进的F35战机 可以说在美国的武装之下 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成了我国必须非常重视的强大空中力量 综少所述 如今的日本在本身国防科技发展和美国干爹的帮助之下 早已经成为了东亚乃至世界不可忽视的一支强大国防力量 这也中国不得不防的第一个方面 日本真正的杀手锏并不是日本自卫队 那么日本最可怕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日本在国际上形象如何 实际上除了少数历史上与日本有血海深处的国家 像我国和韩国之外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日本的印象都是极好的 在他们的印象中 日本人有礼貌守规矩 日本城市干净繁荣 日本经济发达 科技进步 可以说他们的印象里 日本就是一个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 而日本能让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对他们秉持这种看法 就是其实力的体现 如今日本的软实力早已渗透进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中国如今需要着重防范日本的一点 别的不说 就说咱们自己国内网络上随便一看 不管是公开为日本侵华方案的大学教授 还是在南京穿和服招摇过世的普通少女 无一不体现出当今日本文化 对我国某些知识分子的青少年群体的尽头之深 而这恰恰正是日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可怕之处 日本究竟是不是爱好和平的文明国度 我相信咱们经历过无数苦难的先辈们 最有发言权 如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腥风作浪 各种不承认过往侵略历史的言行比比皆是 去禁国神社败鬼更是日本政客每年的风尚 至于说日本社会整体都在加速右转 反华趋势更是越来越明显 然而就在日本将我们视作敌人的时候 另一方面日本外务省 却给每年花费大量资金培养所谓的中日友好人士 靠他们在国内为日本擦制抹粉 大搞文化渗透 统战工作 诚然正常的两国文化交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曾经对我们犯下滔天罪行 且拒不悔改的国家 在双方进行所谓交流时 我们就是应该打起12倍的小心 坚决抵制日本任何形式的文化渗透 时刻保持最高程度的警醒 实际上在日本所谓的和平国家的伪装之下 日本一直拥有随时发动战争的能力与野心 日本是公认的世界工业强国 然而你知道吗 日本的官方工业也在偷偷的发展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又该如何防备 我们需要防备日本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日本的国防工业 日本作为一个百折不挠的顽强民族 在二战被彻底打残后的几十年内 便迅速成长为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强大经济体 这其中日本的工业制造尤其强大 比如日本的汽车 是与德国并驾齐驱的全球霸主 当年的丰田本田更是风靡全世界 级别今天 日本车都还是以质量好 性能高 闻名于世 除此之外 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同样独步天下 在去年底 国际著名财经媒体Instagramonkey 评选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 日本高居全球第三 这是因为日本不仅目前在电子通信 机械制造 机器人 光学 化学领域拥有着非常先进的技术 半导体领域更是占据了全球半壁江山 虽然日本由于受到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 并不能公开发展国防工业和任何的高精尖武器 而日本的工业科技实力摆在这里 只要他们能做 那么很快日本便能够发展出世界顶尖的国防工业 甚至研制核武器也不是不可能 如今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发展 美国面对自己的全球霸权日益力不从心 因此不断地给自己的干儿子日本松绑 而日本也趁此机会不断挣脱战后的各项限制 军费开支更是连年增长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 作为日本头号对手的我们更应该提高警惕 努力发展我们自身 严防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复辟 另外我们也要保持自信 如今的我们早已不是百年前的那个 鸡贫鸡弱的旧中国 不害怕任何外部的威胁与挑衅 日本如果胆敢做出什么破格举动 我们的解放军自然也会坚决捍卫我国应有的权利